完成之后,我将这个file 把它save as 做一个叫seed 即是总字,sip的file,我先按s,save 接着你就可以打下场景了,譬如场景就在这里 场景里面,你会看到我已经设置了一些特别的layers 有些是透明,有些只有线,有些又看到,但又选不到 右下角有Display Layers 我设置了一些layers,方便你做事,例如新的layers 你会看到这是什么,比如说sphere 我其实是这样的,譬如有一个model 你选择了一个model,你按最右边的按键,就是create一个新的layer 一按,你看到多了一个layer1 现在这个object,总之你选择什么object都好,你选择所有object 你按这个按键,就会加一个新的layer 你可以double click它,可以改名,譬如这个改名叫test 你可以改变颜色,颜色有什么用呢? 可以改变颜色,4 你平时是看不到的,但你按4mode,就会看到有绿色线 上线有什么看的?Display only 你看到这个layer里面有V字 V即是visible,即是看不到 按一下没有V,即是看不到 方便你做事的时候,方便看到一些东西 譬如说,很多东西遮着我,我就会懂这些东西 除了V之外,后面有空框 空框,即是什么都没有 按一下,变成T,即是template 即是看到线 看到线 按一下就叫R,叫reference reference 意思是看到,但不能选择 好,如果你有个新object 新做下去的,你又想放下去的话 很简单,选择了object 然后right kick 这个layer,选Add Select Objects 就会加进去 OK 你不想要的,选择object 选择object right kick 选Remove Select Objects 这个objects就会离开这个layer OK 原来就是这样 这个layer不要了,我试完 right kick delete layer 就没有了 OK 所以看到呢 这家屋里面,这个场景 我设置了很多不同layer 因为譬如说,外场的wall 有时候我认识了 假设原本是这样的 OK 如果我认识了它 又看不到地板在哪里 打开它就遮住我 通常我会设置一个template OK 我大约看到位置在哪里 那就足够了 比如楼梯,门,这些都是 看到楼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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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梯 楼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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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梯 就可以把场景搬进来 我们的scenes搬进来